建好了这面小墙之后 现在我们来对它进行一个材质的附加 在这里我们先打开我们的CAD 来观察一下它是什么材质 在这边我们能看得到它的标注写的是 青石板贴面 然后我们在MAX里面打开我们的材质编辑器 快捷键M 对它进行一个名字的编写 青石板贴面 然后对它的颜色进行一个更改 更改完了之后直接点OK 选中我们的这个小墙 然后对它进行材质的附加 附加完了材质之后 我们将我们的材质编辑器进行关闭 然后我们来绘制上面的这一面墙 在这面墙上 有窗的位置 所以在这里我们在绘制的时候 要对墙进行一个掏动物的处理 首先我们打开我们的创建面板 在图形里面选择 在图形里面选择 画好之后 我们现在来对我们的图形进行一个挤出 墙体的厚度是240 我们这里可以直接挤240 挤好之后 我们在顶视图上来对一下它的位置 锁定我们的Y轴 将墙体放到该有的位置上 好了之后 我们也对它进行一个材质的附加 我们现在在CD上来看一下 它是一个什么材质 在这里它有标注 乳白色面砖 我们在材质编辑器里面 对它进行一个命名 然后调整一下颜色 对它进行颜色的附加 墙体制作好了之后 现在我们来对窗户进行制作 在这里我们可以按F3 切换到线框显示 然后我们来制作我们这个窗户 同样的 我们先选择我们的 矩形 进行一个表现 然后在这里 我们能看到我们的窗户建立好之后 我们来对它的窗框 进行一个复制 矩形 在修改面板里面是不能进行 线段的修改和点的修改 在这里我们要将它转换为可编辑 一样条线 点我们的鼠标右键就可以了 将它转换为了可编辑样条线之后 现在我们可以对它的线段 进行一个复制 我们选中左边的这一条 锁定之后按住Shift 往中间进行一个移动 然后我们将下面的线段 同样的选中 往上进行一个复制 将窗框 描好 描好之后 现在我们有了窗框的 大致一个形体 现在我们来进行一个 扫描 Swift 在这里我们可以选择 它自身的一些图形 在这里有个下拉菜单 里面有 橘形 然后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对它进行一些 大小的输入 我们可以直接输入50 输入好了之后 我们同样的可以调整一下 它的这个九宫格 位置的一个摆放 好像我们的数据 还有一些偏差 我们可以再改一下 又是 好了之后 我们可以 在这里我们看到 这个窗框 比我们的CED要高一些 然后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调整 在线段的这里 我们对它进行一个调整 调到下面来 然后再回去我们的Swift 这样我们的窗框就画好了 画好之后 我们在底视图上 对它进行一个位置的摆放 放到该有的位置上 然后我们切换到前视图 对它进行一个材质的附加 窗框 选择一个空材质的球 选择一个空材质球 然后选择一个颜色 进行附加 附加好了之后 在这里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玻璃的制作 同样的 我们来绘制一个 矩形 然后我们可以对玻璃进行一个厚度的挤出 挤出一个5 好米就可以了 完了之后 我们同样的在顶视图 来对其它的位置 在这里我们能看到 我们的窗框比平面要大 是因为它的CAD 在平面和立面的绘制上 有一定的出入 在我们的一般情况下 平面和立面有出入的 我们会根据 立面来进行建模 平面来进行位置的摆对 所以这里 我们不用管它 直接根据我们的立面 来进行建模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对玻璃 进行一个材质 的编写 然后进行添加 我们绘制好了 正里面的窗户之后 现在我们来对它侧里面的窗户 进行一个绘制 因为它是一个飘窗 所以它有侧里面的窗户 我们将视图切换到 我们的左视图 然后在这里 我们需要打开我们的吸力面 将吸力面取消隐藏 然后我们来捡窗框 在这里 在这里 CAD也有一定的出入 我们直接按照我们 已经绘制好的一个大小 来进行旁边的一个绘制 同样的选择扫描 选择正方体 选择正方体 选择一个60 一个50 然后对位置进行一个摆对 点视图 完了之后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现在它有一些阴影的面 我们可以将它的光滑组 进行一个取消 取消之后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 材质的附加窗框 然后对它添加玻璃 切换到侧里面 解除 5毫米的玻璃 点视图 进行位置的改对 玻璃是要放在窗框的中心点 位置在这里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对齐 让它和窗户的窗框 形成一个有进退关系的 这样一个感觉 绘制好了之后 我们再切换到我们的前视图 然后在这边 我们来绘制它的一些板 在绘制板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左边的飘窗和右边是同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 复制 我们可以在顶视图上 将窗框 全部选中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乘组 乘组之后 我们可以往它 往右拉 复制 因为是同样的 所以我们选择实列复制 因为它们的方向相反 所以我们可以使用一下 我们的镜像工具 X轴镜像 然后摆对到相应的位置上 完了之后 我们在顶视图上 来看一下 画好之后 我们可以 再来观察一下 然后我们来观察一下 它正地面 在正地面上 我们能看到窗户的四周 有墙体 所以我们用线 来进行一下 绘制 绘制好轮廓之后 我们在顶视图上 来进行一个 位置的摆放 和一个厚度的挤出 我们在这里 来进行一下 车绘 四百五 在这里 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四百五 然后将位置摆对好 摆对好了之后 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 材质的附加 直接在材质的编辑器里面 我们来看看 CD里面 它有没有对它进行一个材质的说明 好像没有 我们在这里 可以对它进行一个自定义的 写一个白色 然后我们将它改一下颜色 对它进行附加 附加好之后 因为左右的窗户是一样的 在这边 我们对它进行一个 复制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镜下 镜下完了之后 我们切换到我们的线框显示 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窗户的中间 有百页 这个地方 我们在CD里面 也能看到 它有很明显的标注 说 木质百页 我们在顶视图上再来观察一下 在百页的 最上方和最下方 也有 墙体 在这里 我们可以在顶视图上 进行一个绘制 创建举行 进行绘制 绘制好之后 我们将位置移上来 对它进行一个厚度的挤出 在这里 大概有100 现在我们实体显示一下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材质的附加 同样的 上面也有 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实列复制 复制好了框架之后 现在我们来对它进行一个百页的制作 现在来切换到我们的阵里面 在这里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 百页进行一个绘制 绘制好百页之后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指出 30就可以了 让它有一个30的厚度 在侧里面上 我们来看一下 将位置摆放到该有的位置上 在底视图上 也可以对位置进行一个摆放 因为百页的里面 是要放空调的外接 所以百页相对于靠外一点 在侧里面上 我们可以对它的角度进行一些旋转 让它跟我们实际的百页差不多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 捕捉 切换一下 30 然后在前视图上 来进行复制 直接复制 10个线 上面好像多了一个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删除 绘制好了 我们的百页之后 我们可以将百页成组 在线空显示的时候 很容易选中 或是在顶视图上 我们可以直接来选中 对它进行一个层组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材质的附加 我们刚刚看到CD里面写过是 木质百页 在这里我们也写一个 木质百页 更改一个木质的颜色 进行一个附加 附加好了之后 我们可以将我们 整个窗户加百页的这一部分 进行一个整体的打组 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选 选中之后 我们看到了 我们现在将外面的墙体也选中了 在这里 我们可以直接按住我们的Wort 加鼠标的组件进行简选 然后对我们的窗和百页 进行一个成组 往上进行一个复制 实列复制就可以了 因为是一样的 这样这面墙就已经基本建好了